大家好,欢迎您观看韩梅视角,我是韩梅 今天是2023年9月18日,星期一 918这个日子呢,对于中国来说是莫尺难忘的 今天呢,我这个视频,这就是我的第一项内容 第二项内容呢,是关于中国的国防部长李昌福啊 没有现身已经近一个月了,这件事情啊 那么首先呢,我们来说918的这件事情 我呢,纵有千言万语,也比不上今天中国的各大官媒所发表的一篇文章 现在呢,我就来给大家读这篇文章的全部内容 这篇文章的题目呢,就是莫忘918 92年的今天,是刻在中华民族心口上的一道伤疤 静静矗立的残力杯,诉说着这个民族的巨大苦难 划破天际的警报声,宣誓着这个民族的蒸蒸誓言 中国人民永不忘记,寝华战争续谋已久 1931年9月18日,日军炸毁南满铁路铁轨 炮轰北大营,反污中国军队所为 制造了震惊中外的918事变 开始了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 由于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 六个小时,东北军北大营陷落 八个小时,整个沈阳城落入了敌手 四个多月,东北三省全部沦陷 野蛮战火从松花江畔烧到了五指山下 日本在中国东北建立了维满洲国傀儡政权 开始了长达14年之久的奴役和殖民统治 侵略罪行,哀鸿遍野 侵略者在中国大地上无恶不作 战争罪行,庆竹难输 在东北,日本关东军731部队 开展泯灭人性的生化武器实验 发动细菌战进行种族灭绝 1931年到1945年,整整14年 中国六百余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沦丧 三千五百多万同胞伤亡 四千二百万难民无家可归 日军从中国掠走钢铁三千三百五十万吨 煤炭五点八六亿吨 中华大地生灵涂炭,哀鸿遍野 中华儿女绝不退缩 在民族存亡的危急时刻 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坚决抗日 收复失地的正确主张 积极领导东北抗日武装力量 1931年9月20日 在918事变后的第三天 中共中央发表了 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 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 响亮的喊出 反对日本帝国主义 强占东三省 发出抗日号召 我们万众一心 冒得敌人的炮火前进 14年抗日战争中 涌现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 9名沈阳爱国人士 冒死搜集大量日本侵华一手证据 装进绣着真相的蓝布包 由国际友人转交给国联复华调查团 是日本侵华罪行大白于天下 杨静宇 赵上智 赵一曼 一批批英雄儿女前辅后继 在白山黑水间筑起了一道道抗日长城 无数先烈用鲜血浇注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以史为鉴振兴中华 14年的不屈岁月 中国人民谱写了惊天地 弃鬼神的雄壮史诗 历史的教训刻骨铭心 悲壮的抗战是自强自立的开始 92年过去了 中国人民以民族自强细刷历史耻辱 在悲痛与愤怒中 更加不屈斗争奋起争先 谱写弃吞山河的壮丽史诗 如今中华民族迎来了 从站起来 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今日之中国 是充满生机活力的中国 是迎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阔步向前的中国 今天 灵力的防空警报再一次响彻天际 历史的景中仍然长明于我们心中 勿忘国殇 真爱和平 铭记历史 砥砺前行 这个是今天中国各大官方媒体 都在发表的纪念918的这个文章 这个文章呢 虽然简短 但是呢 把日本侵略中国14年勾勒出来了一个梗干 现在呢 我看到有带风向的 就是呢 否认中国共产党抗日的功劳 甚至污蔑说中国共产党根本就没有抗日 好的呢 说是在国民党的领导下啊 进行了抗日取得胜利 不好的呢 甚至于说呢 把中国人的抗日呢 全部抹杀 而把抗日战争的胜利呢 归结到美国的功劳 更有甚者呢 有的人甚至还为日本侵略者洗白 因为呢 我现在在中国啊 我有机会呢 每天来看中国的这个电视节目 我就看到呢 中央电视台还有各大省台 经常在播放一些呢 抗日战争啊 解放战争啊 以及呢 新中国的这个外交史 我就想说哈 那些为日本洗白的那些人 你们的心呢 真的是让狗吃了 那么很显然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 很长一段时间 日本和美国都没有和中国建交 但是呢 当美国的时任总统尼克松 对中国的破冰之旅之后呢 那么日本呢 闻到了味道 抢先一步和中国建交 在当时日本首相呢 率团到中国访问的时候 在国宴上面 日本的首相呢 在讲话当中轻描淡写的说 日本对中国的军事行为 对中国和中国人民造成的麻烦 那么当时新中国政府就对日本的这种表达 表示了强烈的不满 到最后呢 日本不得不按照中国的要求 重新修改了他们的用语 连日本都不能否认 他们就是对中国犯下了侵略的罪行 那些还在为日本洗白的那些人 你们的心是被狗吃了吗 好 这是第一部分内容 第二部分内容呢 就是关于中国的国防部长李尚福啊 李尚福呢 他最近一段时间 和前一段时间秦刚一样啊 就没有露面了 李尚福没有露面 到现在呢 我给他算了一下呀 大约是得有二十四五天的时间了 将近一个月了 那么这个说明什么呢 现在全世界都在猜测 那么都有哪一些猜测呢 那么首先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啊 就是西方媒体关于这件事情 他们在16号17号这两天有哪一些报道 那么在16号的时候呢 我看到有臭名昭著的媒体呢 就捋了一下啊 说这个李尚福呢 没有露面 第一次被西方媒体呢 点出来是美国驻 日本的大使 美国驻日本的大使呢 在9月8日的时候 就在推特上呢 发了一篇推文 他就点出来说呢 说习近平的内阁呀 现在好像是 就像那个克里斯蒂的小说 无人生还一样 说先是外交部长秦刚失踪 然后呢 是火箭军指挥官失踪 现在呢 是国防部长李尚福两周都没有公开露面 从那开始呢 西方的媒体啊 都在静香的来探究这件事情 那么有的记者呢 还到中国外交部的记者会呢 来问外交部的发言人李尚福哪里去了 就像当初呢 来问秦刚哪里去一样啊 那么媒体呢 是关注到李尚福呢 缺席了原本计划好的对越南的一个访问 那么对于这件事情呢 中国的官方回应说呢 他是因为健康的原因 而没有出席这个越南之行 那么这个说法是不是就和之前秦刚的那个说法就是一样的啊 那么大家都知道呢 秦刚当时没有露面的时候呢 我做了一个系列的视频来分析那件事情啊 但是呢 李尚福这件事情呢 貌似呢 就没有一些实实在在的那些个证据让我来分析啊 我们也只能是通过他缺席这个现象 通过一些常识来说一下一些可能性 他的可能性呢 首先就是他是不是因为健康的原因 这个呢 就和秦刚那事是一样的啊 我认为呢 他应该不是健康的原因 如果你是在取消越南之行 当天或者第二天你问我的话呢 那我就告诉你 他有可能是因为健康的原因 但是现在已经过去了这么多天了 那么我就不认为是健康的原因 原因呢 很简单 和秦刚一样 就是呢 如果是健康的原因的话呢 那么现在外界传的是沸沸扬扬 不罚那些呢 对中国进行攻击 进行污蔑借题发挥那样的一些媒体 以及别有用心的人啊 那么这些事情呢 都对中国形成了非常负面的一个伤害 那么这些伤害是中国所希望的吗 肯定不是希望的 是中国所不在乎的吗 肯定是在乎啊 那么如果真的是健康原因的话 比如说李尚福现在在住院啊 你就派呢 相关人员啊 到医院里面去探望 或者是呢 你就公布一下 他在医院里面因为什么病住院啊 就消除了这些个谣言 这些负面的影响 对不对 这些恶劣的影响呢 只是一个去探望的消息 也就消除了 是非常划算的 但是中国政府并没有 那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只能说并不是健康的原因 那如果不是健康的原因 是什么原因呢 现在呢 就是有各种的说法啊 首先呢 就是中国的官员啊 落马 常见的原因呢 就是腐败问题 那么李尚福他会不会有腐败问题呢 我们并不掌握任何的事实 我们也不掌握任何的蛛丝马迹啊 我们只能说他的可能性啊 他有没有动机 他有没有机会 对吧 李尚福呢 我们就知道 他以前是负责军队装备这方面的 他还因为这个呢 被美国制裁 对吧 那么装备这些东西啊 武器啊 设备啊 这些东西啊 那么在采购的过程当中 是不是经常是非常容易产生腐败呢 对不对 这是很容易的 你看台湾那边啊 他们采购个疫苗啊 最近呢 还传出来说 前一段时间台湾就是缺少鸡蛋 在采购鸡蛋的时候 竟然也产生了腐败 就是说你采购东西啊 那么就出现了你买谁的不买谁的 在这个时候呢 那个卖家他有竞争 他在竞争的过程当中呢 就会用一些不正当的手段 所谓不正当的手段呢 就是贿赂了 那么人啊 先天的其实啊 都有这个贪婪的本性 就看你的道德品质怎么样了 那么你道德品质呢 如果比较优良 你党的纪律啊 还有法律的这根弦呢 拉得比较紧 那么你就不会以权谋私 但是呢 如果说这方面比较薄弱的话呢 那就有可能出现呀 所以呢 李尚福 那么他在军队呢 总的负责这些东西呢 那么他的动机啊 机会啊 都是有的 但是动机机会不等于必然啊 我们只是说呢 他有这个动机和机会 现在我们不掌握任何的事实和这个信息的情况下呢 我们只能说呢 这种可能性是有的 那么我看到西方的媒体呢 就这件事情呢 就开始大做文章了啊 就把这种可能性当成了一个事实 就认为这就是事实了啊 而且呢 由这种个人的行为呢 进一步的扩大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官员 集体的整个的体制中来 认为呢 这整个的体制啊 就造成了有一个算一个 没一个好的 这个呢 我认为就纯粹就是污蔑了 人们都认为说呢 像中国这个体制呢 没有一个反对党来监督它 它就会出现问题啊 有监督的难道就是好吗 像美国的民主党和这个共和党 他们之间是水火不容的 对吧 他们就避免了那个腐败了吗 就避免了伤害老百姓的利益了吗 我们大家呢 现在越来越清楚了啊 美国不管是哪一个党执政 他都是为他背后的资本服务的 他们这个腐败呢 是合理化的腐败 是制度化的腐败 他们可真正是制度化的腐败 而他这种呢 两党尖锐对立 是对整个的国家利益和人民的利益非常不利的 我们就知道呢 你一个领导机体啊 你如果想说是高效的话 要想有效的话 你必须得团结一致 你不能互相撤肘 说白了呢 就是说 你应该呢 对事儿不对人 应该团结一致 中国不是有句话吗 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 这是很简单的道理 可是美国那种情况呢 对不对 美国的两党呢 绝对是对人不对事儿 绝对是对人不对事儿 这两党 你说东我就一定要说西 你提一个建议 我的目的和出发点就是给你制造障碍 这是不是美国的制度 这样的尖锐对立 这样的掣肘 这样的互相破坏 能够对人民的利益一致吗 他们所做的事情能做出正确的判断和决定吗 能够高效吗 这点是显而易见的 对不对 我们都知道西方呢 如果要干一件事儿费老劲了 为什么呀 就是互相破坏 我就想让你呢 不成功 即便是呢 认为 他对方所做的这件事情是对的 但是呢 为了不让对方有这个政绩 我也不能让你顺顺当当的来做这件事儿 我也得把这件事儿呢 给你搅和黄了 这就是现在呢 西方的媒体啊 又借李尚福的这件事情啊 就把腐败的这种可能性呢 当成了事实 有了这么一个前提以后呢 就开始对中国共产党进行攻击 进行污蔑 进行煽动 这是最重要的 他煽动中国人民 仇恨中国政府 煽动中国人民 对中国政府没有信心 这是美国西方的这些媒体的目的 请注意啊 我并不是说为李尚福再洗白 我是说他没有这种可能性 我首先是肯定他有这种可能性 西方他和我不同呢 就是他把这个可能性当成事实 请注意这个不同啊 好 我们再来说呢 他下一个可能性啊 有分析说呢 李尚福也有可能是卷入了间谍案 这就和秦刚那会儿是一样的 说这种可能性有没有 这种可能性啊 也是有的 他有这种可能性啊 我也看不到有任何的事实指向这个 我也看不到有任何的迹象指向这个 现在我就没有办法来分析李尚福 你说分析秦刚那个啊 还有一个那谁的那个系列微博 来进行分析 现在李尚福是这个没有可分析的 所以间谍的这个呢 我只能说他也是一种可能性 但是呢 我没有看到事实 另外呢 西方就说了啊 这就是习近平啊 产出一己啊 这纯粹是胡说八道 纯粹是胡说八道 但是呢 什么叫产出一己啊 什么叫产出一己啊 就是说跟自己的意见不一致 然后我就去用 这种可能性有没有 这种可能性也是有的 比如说呢 我们现在啊 面临着台湾的这个问题 如果中央政治局确立了一个策略 或者是战略 那么李尚福呢 和这个大战略就蛮拧的话 那这个国防部长是不是也不能用了呀 这和产出一己啊 可完全是两码事 这就是为了国家利益 而做出来的人事任免的决定 另外呢 还有啊 说今天呢 解放军日报啊 发表了一篇文章 我就看到外媒就说呢 说解放军报发表的这篇文章啊 这里面话里话外 就是针对这个李尚福的 这篇文章呢 我也找出来看了一下啊 我觉得这里面看不出来是针对李尚福啊 就听起来啊 这篇文章是解放军报所发表的 就应该是针对军队的一些人的 对吧 好像是针对军队一些人 但是呢 我看了一下 虽然是解放军报发的 但是呢 他这里面所说的这个围观呢 好像是指整个的社会 而不是解放军内部 不信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 他这个内容 这篇文章 他的题目呢 是激励干部奋发有为 担当作为 内容呢 是这样的啊 说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 对各级领导干部的精神状态 能力素质 作风形象 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这句话呢 听起来他就不是针对军队的 然后说 我们应该拿出更加具体可行 务实管用的措施 激励引导广大干部 奋发有为 担当作为 从哪能看出来是指军队 然后下一段说 推动树立和践行 正确正机关 解决好乱作为问题 当前领导干部乱作为的现象 还一定程度的存在 有的急功近利 浩大喜功 有的拍脑袋做决定 搞形象工程 政绩工程 有的蛮干乱干 不按规律办事 造成工作失误等等 那么以上的这些现象 是指军队吗 好像是在中国的各级政府 普遍存在的一些问题 然后说 产生的这些问题的原因 是多方面的 但是根子上 是政绩官出现了错位和偏差 各级领导干部应该误透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从思想深处解决好政绩 为谁而竖 竖什么样的政绩 怎样竖好政绩的问题 助劳防范 政绩冲动症的地霸 各级党组织 应该强化重实干 重实际的用人导向 把政绩官是否端正 作为一条硬杠杠 更好地发挥干部选拔 任用的风向标 指挥棒作用 这里面也看不出来 是对中国军队的 但是呢 也不排除 李尚福也犯了 这篇文章里面 所说的这些问题 然后说 推动干部 能上能下 常态化 解决好 不作为问题 我看到西方媒体呢 都在拿这句话 做文章 就在暗示呢 像秦刚啊 提拔了以后呢 又很快地被拿下呀 李尚福提拔了以后 很快被拿下呀 就是呢 号召大家呢 要正确地对待 能上能下这一点 也让这些干部呢 如果你上了又下了 这样的事情发生的话呢 不要大惊小怪 这是一个常态化的事 现在呢 西方媒体啊 都在拿这句话 做文章 说呢 这篇文章 就是针对李尚福的 就是变相地承认了 李尚福现在呢 是下了 和秦刚一样 反正这一点呢 看起来呀 李尚福确实是比较温和 如果这篇文章呢 是透露出来的一个 能上能下常态化的话呢 那我想 他绝不是针对李尚福 这一个人的 这篇文章接着说 当前干部对我 干事创业的精气神 总体是好的 但也有个别干部 存在不担当 不作为的问题 有的工作不在状态 不思进取 得过且过 当一天和尚 状一天钟 有的工作标准不高 只求过得去 不求过得硬 有的不愿意担责任 遇到矛盾 推脱绕躲 搞鸡骨传花 对这些心态佛系 状态躺平 工作摆烂的干部 绝不能放任不管 听之认之 这个呢 确实是现在在中国的官场啊 在中国政府里面 可能还挺普遍的 为什么呢 我这段时间 我一直说哈 现在网络时代啊 动不动在网络上审判 动不动形成这个舆论 我觉得这一点呢 非常不好 会造成那些个领导干部呢 明哲保身 迎合舆论 怕激起这个舆论压力 就搞这种呢 心态佛系状态 躺平工作百万 然后这篇文章说呢 推进领导干部 能上能下 是纠正不作为的 有效手段 要及时主动了解 干部担当作为的情况 深入调研 加强综合分析研判 找准症结原因 要精准适用处理措施 区分问题的性质 程度 危害 采取不同的态度 策略的方法 做到坚持原则 敢抓敢管 依规办事 推动形成能者上 优者奖 雍者下 劣者态的良好局面 今天呢 我还看到有网友啊 给我发一个视频啊 这个视频呢 好像是巴东的一个 县委书记的一个视频 这个巴东的县委书记呢 很显然 他自己就说呢 他被评为 优秀县委书记啊 他说呢 他在被评为 优秀县委书记之前 他没有一个举报的 但是呢 他被评为 优秀县委书记之后呢 他大刀阔斧的 做了很多的事情啊 现在对他的举报 就可多了 这就是对敢作为干部 形成了不良的氛围 现在呢 因为是网络时代 那么有很多人呢 就利用这个网络做文章 所以呢 我还是那句话啊 别人我管不了 就我的观众朋友 我希望大家保持一个 冷静的心态 保持一个冷静的头脑 不要乱跟风 当然了 也不要呢 就一股脑子出来说 哎呀 现在就冤枉了巴东的 这个优秀县委书记 说实在的 这个优秀县委书记啊 他出来义愤填膺的 表白自己啊 我觉得这个本身呢 我心里面 我不是对他很有底啊 我也说不好 他到底是一个好的 还是一个不好的 我就是抱着一个 冷静观察的一个态度 既不会战他 也不会反他 就是这样的 然后呢 解放军报的这篇文章 接着说 细化实化三个区分开来 解决好不敢为问题 一些干部存在着 不敢担当 不敢作为的心理啊 怕干的越多 出错越多 怕触及矛盾 引火烧身 怕得罪人被举报诬告 怕动辄被追责问责 推动解决这个问题 关键是要落实好 习主席提出的 三个区分开来的重要要求 进一步的做好 容错纠错工作 以组织担当 促干部担当 要科学的界定 容错情形标准 优化设置容错工作程序 对确实符合容错标准的 要大胆的容错 当然了 容错纠错不是搞纪律松绑 要防止混淆问题性质 滥用政策 防止当老好人 故意包庇纵容 违法乱计干部的问题 最后 解放军报说 强化专业训练和实践锻炼 解决好不善为的问题 人才自古要养成 放屎干销战风雨 越是吃劲岗位 艰苦环境 越是重大关头 关键时刻 越是形势复杂 挑战严峻 越能砥砺品格 锤炼作风 增长才干 各级党组织和有关部门 应有组织 有计划的把干部 放到任务一线 练兵一线 改革一线 基层一线中 去摔打锤炼 特别应该注重 在重大斗争中 磨砺干部 促使干部 加强斗争形势 和斗争本领养成 着力的增强防风险 迎挑战 抗打压能力 同时不断完善 选人用人机制 注重在重大演习 联合训练 抢险救灾 等重大任务中 考察干部 这句话好像是 落到了军队的 这领域了 说真正将那些 关键时刻 站得出来 危难关头 豁得出去的干部 识别出来 选准用好 这个是不是 指李商福呢 或者说呢 以后可能 会经常出现 像秦刚李商福 这样的事情 大家不要大惊小怪 将来有可能 会常态化呢 我不知道 大家是怎么看的 这个视频呢 又是一个新闻联播 第一条新闻呢 是关于俄乌冲突的 根据俄罗斯国防部 所公布的消息 说是呢 在红利曼方向啊 俄军消灭了近 65名的乌克兰军人 摧毁了两辆装甲战车 两辆皮卡 在过去的24小时呢 俄军在赫尔松方向 发动了炮火打击 消灭乌军近20人 摧毁一辆装甲战车 两辆汽车 一个无人机控制点 在库平阳斯克方向 敌军折损近50人 四辆汽车被摧毁 同时 两门美制的M109自行榴弹炮 一门波兰的谢氏自行火炮 以及一门美式的M777榴弹炮被击中 此外呢 摧毁了两部美制的 ANTPQ50反炮兵雷达 在南顿涅刺客方向 乌军折损了近170人 两辆装甲战车 五辆汽车以及一个电子战系统被摧毁 在顿涅刺客方向 敌军一天损失近180人 俄罗斯部队 火炮被摧毁 此外 俄军还摧毁了乌军第47机械画旅 设在扎波罗热州 新达尼利夫卡村附近的一座弹药库 以上呢 是今天俄罗斯国防部所公布的战况啊 那么给他加了一下呢 所公布的这些从不同方向所消灭的乌克兰军人的一共多达625人啊 那么这是前线的情况 这是不是事实呢 有的时候呢 那些个前美派啊 支持乌克兰的呢 就说俄罗斯方面是虚报的 那么这段时间呢 我们看到泽连斯基呢 在不断的一方面给美国和欧洲呢 展示他的战果 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在要求提供更多的这个武器 以及金钱方面的援助啊 那么这段时间我们看到乌克兰方面呢 主要的是对俄罗斯的本土 以及克里米亚展开了无人机的攻击 但是呢 他的效果看起来呢 也是小打小闹啊 美国以及西方呢 最近表示了说 要对乌克兰提供更多的援助 但是呢 俄罗斯的总统普京呢 就说不管美国以及西方 给乌克兰提供怎样的援助 那么前线战争的态势呢 是改变不了的 那今天呢 我就看到 美国白宫的前发言人 现在已经是顾问了啊 那个科比 他说呢 乌克兰啊 这段时间尝试的 进行进攻的这种策略呢 在10月份 可能要改为阵地防守 而且呢 同时他又表示说 俄乌战争的这个升级啊 对美国的国家利益 是不利的 同时呢 纽约时报采访了 芬兰的总统 芬兰的总统对纽约时报说呢 美国以及西方应该保持和乌克兰的一个关系啊 他表示说美欧应该找到一个正确的方法啊 现在和乌克兰造成的这种关系呢 是一个不正确的啊 我们从芬兰的总统的这个发言来看啊 虽然说芬兰已经是加入了北约 但是呢 作为俄罗斯的这个邻国啊 他还是不希望和俄罗斯之间发生这种对立的关系的 他还是希望芬兰以及呢 北约和俄罗斯保持一个不那么尖锐对立的关系 换句话说呢 不希望发生像乌克兰这样的热战的情况 好 第二条新闻呢 是关于美国现在呢 我认为呢 美国的内部现在非常非常的混乱 首先呢 第一方面就是 民主党对川普所发起来的这些司法控诉 很显然呢 正向川普所说的 这都是政治斗争 是对川普的一个猎屋行动 那么最近呢 我们看到共和党呢 也反击了啊 也对拜登发起来了弹劾调查 同时呢 对拜登的儿子亨特呢 已经正式的提起来了刑事控告 这个刑事控告到最后 如果是判决有罪的话呢 拜登的儿子亨特将会面临长达25年的监禁啊 拜登的儿子亨特呢 现在年龄也不小了呀 现在可能大约是在50岁左右吧 如果再判20多年的话呢 那么他也基本上会在监狱里面把老底坐穿了 如果他的健康状况不好的话呢 很有可能被关到监狱了以后呢 很快就会一命呜呼 我昨天说了啊 这个老拜登呢 被提起来了弹劾 而他的一些行为呢 也被美国的一些法律专家认为 也触犯了刑法 如果说共和党控制这个司法部门的话呢 如果对拜登也提起来 像川普那样的刑事诉讼的话呢 这老个俩很有可能会在监狱里面相聚 那么同时 拜登呢 很有可能会和他儿子成为育友 美国的这个共和党方面呢 很多人就认为 或者是呢 有一些不站队的法律专家认为 如果说拜登被提起弹劾的话呢 这个弹劾很有可能会成功 那如果这样一来的话呢 现在的副总统哈里斯 就有可能成为美国历史上的 首个女总统 因为拜登如果被弹劾下台 或者是呢 被判有罪的话呢 那么他没有办法行使总统的职责 副总统就会顶上 副总统变为总统 也就是说哈里斯呢 会成为总统 哈里斯现在呢 他自己说呀 他已经做好了准备 顶替拜登成为总统了 这话说的真的是很露骨了已经 估计哈里斯现在在家里面呢 睡觉都会笑醒了 但是呢 民主党内部对哈里斯 也不是全都支持的 虽然说呢 有一些民主党议员是支持这个哈里斯的 但是呢 前众议院的议长佩洛西啊 前两天在接受访问的时候 当被问到说 哈里斯是不是一个很好的竞选副手的时候呢 他表示说拜登是这么认为的 那么当这个主持人问他说你是不是这么认为的 那么这个佩洛西呢就亡顾左右而言他了 避免来回答这个问题啊 那么他的这个态度也引起了民主党阵营的反对声音啊 认为佩洛西呢 不支持这个哈里斯 我认为佩洛西呢 因为已经下台了啊 他说的是真话 他的态度呢 是正确的 那个哈里斯呢 根本就没有能力好吧 那么同时呢 我们还看到了共和党内部呢 也不是铁板一块 比如说呢 这个麦卡锡 现在在推动对拜登的腾劾 但是呢 在共和党内部 有很多人呢 就非常的反对这个麦卡锡 还想提出来对麦卡锡进行弹劾呢 那么同时我们还看到呢 拜登的儿子亨特啊 现在对特朗普团队的11个人提出来了反诉 从以上的这个种种来看啊 美国不管是两党之间 还是呢 共和党和民主党各自的阵营都一片混乱 好 下一个新闻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利比亚啊 利比亚呢 最近发生了这个海啸啊 海啸呢 造成了它两个大坝的溃低 现在死亡人数呢 已经增加到了两万多人 那么它这件事情啊 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 现在在国际社会和利比亚的国内呢 都有很大的反省 那么我看到利比亚国内的民众就认为 这件事情呢 是天灾更是人祸 为什么说是人祸呢 他们就把这个矛头直接就指向了美国以及西方 因为呢 是美国以及西方呢 是他们在利比亚呢 煽动和制造了他们的内乱啊 是美国直接杀害了他们的领导人 卡扎菲 利比亚的老百姓就认为呢 如果说不是美国和西方制造的他们这种内乱的话呢 那么他们作为这个产油国啊 很富的一个国家呀 那至于穷成这样啊 这两个大坝呢 能够溃低 就是因为缺少维护 缺少减修 而且呢 这次的洪水呢 还冲出来了 好多的这个地雷和其他的武器 这全都是美西方的罪恶 那么现在呢 利比亚遭受了这样的天灾人祸 而美西方是怎么做的呢 就华盛顿邮报都发表了一篇文章 是这么说的 说与当初啊 在武力方面的穷凶极恶大打出手相比 现在的西方国家对利比亚的援助呢 可谓是吝啬的可怜 美国领导的北约只顾破坏 根本不管借舍 把一片破碎的国土留给了利比亚 说利比亚至今仍然在近乎废墟的土地上 唾弃 德尔纳的洪水多么像利比亚人的眼泪啊 这是美国媒体华盛顿邮报所发的一篇文章啊 好下一条新闻呢 是关于前几天的时候呢 不是跟大家说了吗 上礼拜三的时候吧 欧盟主席冯特兰他宣布说 将会对中国的电动车行业呢 发起反清销的调查 那么上一次呢 我就说了啊 这就是为德国出气啊 来保护德国的汽车工业 但是呢 今天我看到啊 德国的媒体报道说 德国有官员出来说呢 欧盟的这个举动呢 恐怕是对德国的汽车行业 起不到任何的帮助作用 反倒呢 能起到一个破坏的作用 换句话说呢 也就是帮到忙 下一个新闻呢 是关于这个华为 华为最近呢 因为推出来了 他们新的5G手机 而引起来了全世界的哗然 那么大家呢 普遍的比较好奇的就是 华为手机的这个5G芯片啊 是一个什么样的芯片啊 这是奇异 现在基本上呢 已经确认了 这是一个7纳米的芯片 那么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这些7纳米的芯片 是谁给他们刻的 那么前两天我就跟大家说了啊 通过排除法 它这些芯片呢 是中国国内自己刻的 前两天我还说啊 因为呢 有清华的那个新的光源的产生 所以呢 所以呢中国现在能够刻出来 7纳米的芯片 而且呢 最近华为还申请了专利 同时呢 据报道说 华为最新申请了两项专利 这两项专利呢 都保证了华为能够有这个7纳米的芯片 甚至呢 它这个技术啊 都突破了5纳米 甚至3纳米的这个技术 也就是说呢 比现有的5纳米 3纳米的技术呢 还要领先 那么今天呢 我看到有一个网友的留言啊 他说更正还没的一个说法啊 华为的7纳米 这个芯片呀 不是用一般的光刻机刻出来的 和通常的荷兰的那个光刻机啊 它不是一回事 它是一个什么光刻厂 或者叫光刻员 这个我不是很清楚啊 有的网友说呢 还没从来不去考证这个网友的留言 不去考证一些新闻就来报道 我说的非常清楚啊 我说的非常清楚啊 就是呢 有网友给我留言说 那个光刻机呢 它不是光刻机啊 是光刻厂 或者光刻员啊 我所说的就是这件事 网友说这件事啊 仅此而已 我并没有说 哎呀 华为用的并不是光刻机 而是光刻厂 光刻员 我并不是那么说啊 不是一个肯定 我只是说了 网友说了这么件事啊 如果你想去归根溯源的话 你自己去考察 啊 你可以说 还没说 他的网友说了这么一个话 如果你想说 华为使用的是光刻厂 那是你的事啊 那是你的事 我可没有肯定的说 他使用的是个什么东西 搞清楚这一点啊 如果我在说 华为使用的是什么什么东西的话 如果不是 那是我造谣 但是我并没有造这个谣 我只是说网友说 那么我今天的这个视频里面 想跟大家说什么呢 我看到有报道哈 苹果在他的官方网站上啊 现在来恶心中国人了 他发了一个图片啊 让中国人觉得他就是来有意恶心中国人的 说他那个图片里面的形象不是说啊 这就是有图有真相的啊 他就是发了这么一个图片啊 是一位中国的男士 这位男士呢 梳着一根辫子 就跟清朝的那个辫子似的啊 梳着一根辫子 然后呢 他的嘴巴上呢 有一个大雾子 还有呢 他那个牙齿啊 长得啊 宽宽的一个大牙缝 你听我这么一描述呢 这就是一个奇丑无比的一个男人 啊 我们不能否认呢 他就是一个奇丑无比的中国男人 但是呢 苹果啊 把这样的 也不知道在哪找了这么一个男子啊 放到他的官方网站上 想来恶心中国人这种意图呢 真的是非常的明显 苹果这么做呢 我真的是对他们很瞧不起啊 他为什么会这么做呢 现在很显然 苹果就是输不起了 啊 用这种方式来恶心我们 我看到有网友就是说呢 像这样奇丑无比的这么一个人啊 在全中国都找不出第二个可能 那么苹果呢 就找这么一个人啊 这个目的 真的是 那么那些个恨国党们呢 又开始说 啊 现在苹果呢 又辱华了 等等等等啊 好像就是说中国人的心里多脆弱似的啊 我就是想说呢 你苹果哈 你这么做是一点意义都没有的 除了说让广大的中国人瞧不起你以外啊 不起到任何的积极作用 好 下一条新闻呢 是中国现在推出来了永久居民卡 以前的时候呢 也有这个卡 现在中国呢 就对这个卡进行了重新设计 这是其一 其二呢 就给这个卡起了个名字 之前的时候 有人称呼这个卡呢 叫中国绿卡 那么我们都知道呢 美国的永久居民卡叫绿卡 加拿大的永久居民卡呢 叫枫叶卡 还有其他国家呢 如果有永久居民卡呢 那么有的时候就都统称为这个绿卡啊 中国现在呢 就给中国的这个永久居民卡呢 起了一个名字啊 叫五星卡 而且呢 这个卡的设计呢 也是非常的用心的啊 设计的非常好 只有一点呢 我觉得哈 有点败笔吧 就是在它的正面右下角啊 有一个好像是用受带所组出来的 那么一个五角星 我觉得这是一个败笔 为什么呀 为什么要搞这么一个五角星啊 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呢 中国的五角星呢 就是那样的一个 有棱有角的标准的五角星 从来都没有用一个象征性的那种五角星 来代替或者是暗示 从来都没有 为什么要在这么一个五星卡里面 在它的右下角 正面的右下角 要搞那么一个东西 我觉得很不好啊 如果有机会的话呢 我真的是希望中国呢 能够把这个去掉 或者换成一个醒目的五角星 当然了 也许呢 中国政府啊 有中国政府的用意啊 这个用意可能我没有理解到 如果中国政府呢 有自己的用意啊 不采纳我这个意见呢 我也没有意见啊 中国公布这个五星卡 我认为呢 这就是一个时代的标志啊 就标志了中国正式开启了移民时代 加入了移民国家的行列 当然中国的这个移民政策呢 和像美国呀 加拿大呀 澳大利亚呀 这样的国家的移民政策呢 还相差很多 因为中国呢 现在不是那么需要外来人口 最后一条新闻呢 是关于中国的外交部长王毅 和美国的安全顾问沙利文 他们两个进行了几轮的这个会谈 据说他们的这个会谈加起来呢 超过了12小时啊 这件事情呢 我看到美国是非常的重视的 美国发布了新闻稿 那么中国呢 也发布了新闻稿 中国的新闻稿呢 是这么说的啊 说当地时间 2023年9月16日至17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外办主任王毅 在马尔他 同美国总统 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 举行了多轮会晤 双方围绕着 稳定和改善中美关系 进行了坦诚 实质性 建设性的战略沟通 王毅强调 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 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 美方必须恪守 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落实不支持台独的承诺 中国的发展 有着强大的内生动力 遵循必然的历史逻辑 是阻挡不了的 中国人民正当的发展权力 不容剥夺 双方同意 继续落实两国元首 巴厘岛会晤达成的重要共识 保持双方高层交往 举行中美亚太事务磋商 海洋事务磋商 外交政策磋商 双方探讨了进一步支持和便利 两国人员往来的措施等 那么很显然最重要的就是两方面的内容 一方面呢是台湾问题 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中国的发展问题 台湾问题呢美国最近有一些这个举措 一方面呢就在联合国里面 试图想建立台湾的这个位置啊 想推翻2758号决议 另外一方面呢美国最近呢 除了对台湾军售以外呢 还提出来了一个 说是对台湾提供融资这么一项 我觉得说呢美国你要想提供融资 你就提供融资啊 我认为美国如果这么做的话 你最好是别打爬别后悔啊 跟前一段时间似的 那段时间呢 关于给台湾一笔资金的那事呢 就是一而在在而三的就是改变啊 一开始说是给台湾一笔钱 后来又说是借的 后来又说是呢变相的这个军售 尽管那笔钱呢也并不多 那么现在又提出来说呢 要给台湾融资 我认为呢你要融资你就融资啊 你融资的这些钱 如果是真的提供给台湾以后呢 那么台湾回归以后 这笔钱你可拿不回去了 台湾回归以后 中国政府可不负责 而偿还你所提供的这样的 所谓的融资啊 好 我这个视频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